大陸侦察气球被美军F22战机击落 这个月初一度轰动全球 但24号下午又有一颗在我国北部空域线中 第一时间传出我军派遣战机升空 就我明天本专截录下这段空军录音对话 感觉准备对这颗气球下手 但这个时候 似乎发现来者并非侦察用 总算可以稍微放松 最后空军的证实 下午在北部上空的确增货气球 并马上转用载空机查证 虽然研判是气象科研用 还是持续监控的它消失为止 同时通报民航单位避免影响飞安 而专家也推断 这载空机指的就是幻象 还紧急起飞的幻象战机 我认为这一次空军斯林布的处置 还蛮积极的 转用载空机 目送你离去 既符合效益 也不怕被说过度反应 TVB宣传刘俊军委 台北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